哈囉大家好,我是領憲 是晚上嗎? 對 我去掃蕩一下銀牌 還會跑了兩隻 拿了一些錢去買裝備 這個最好吃了,今朝給你吃 你走到什麼都沒有 不過還是沒有前兩天我在市集那買的糕點好吃 是姜大嫂那家嗎? 是啊 聽說姜大嫂原本做糕點是因為家裡孩子喜歡吃 後來才擺單出售的 有人說那是因為她做的糕點有娘親的味道 才比別家的好吃 娘親的味道? 她又不是別人的娘親 怎麼別人能吃出娘親的味道? 嗯 請找你知道嗎? 這個 仙青 左盟主不是禁止你來景安嗎? 若被發現 怕會對你不利 既然是小秀兒的生辰 我怎能不來? 銘姑娘 生辰快樂 生辰要吃雞蛋麵啊 銘姑娘怎麼不早說啊 不是什麼重要的日子 師父覺得很重要 我曾聽一些西方來的客商提起西域風俗 獸心會對天許願 期望上天為其實現 真的 那銘姑娘 你快許個願 我的心願 師父您知道的 師父老了 師父只盼著早日有人來為秀兒實現願望 有的願望 不是誰都能實現的 銘秀難道 難道師父 小月的心願是什麼? 我猜 多半是永遠吃不完的美食吧 嗯 我想和今朝一直開開心心的在一起 今朝的願望 便不用問了吧 洛兄 你呢? 我? 我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 讓江湖中人都記住 西域有一個洛家 有一個洛昭燕 是說 洛家主如此志向遠大 不知您又有何心願呢 我既無執念 他何心願 賢清兄 切莫鐵齒 寒江兄 別太固執 我 我的願望是 是 什麼 我才成為 跟娘親一樣厲害的機關術士 那你 你打造出一台最會型手機吧 你們都有幽浮了 咦 有魚啊 他們是把月亮的影子當成好吃的了吧 好傻 你們的月亮是黃色的 跟你一樣傻 我知道影子不能吃啊 畫面衝擊什麼的也不行 好 你聰明 他們追過來了 清張 張那邊 那邊 別亂動 小心掉下去 那邊 你醉倒了 缺小哥還真是不善言求啊 那邊有自貓咪哦 我要去哪兒 你 師父 你 想起來 秀兒你幼時還常學我和賢卿的樣子偷偷飲酒 喝不上幾口便睡去 還學我們抱你回房休息 轉眼之間 秀兒已長大成人了 師父可曾想過 或許當時秀兒 只是想 秀兒也喝了不少了 睡會兒吧 師父會趁我睡著 逃走嗎 逃走 師父不走 你們都真好睡 你們都真好睡 謝謝你啊 我是不是沒有機關術的天分啊 娘 娘 我也想做出豆包那樣的機關 還有 所以說豆包不是你做的 我和我和豆包的 那是你留給我的 原來啊 我和豆包 居兄好像在說醉話了 對了 明姑娘的生辰之日 發生過什麼事嗎 小秀兒不想提的事 我可不能說 是我龍毛了 只是 任由明姑娘綠結於心也不好吧 照顏 你這種天真 翠世咬命啊 人生有久虛盡歡 末世金尊 空對月 涼霄如此 月白風清 無論有何煩惱 都暫且拋下吧 否則 豈非辜負了這月色 賢軍兄說得是 賢軍兄說得是 無戀人 無戀人 都暫時 豈非 手會 無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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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修儿 睡吧 清朝 这边的月亮总算是白色的呢 看 好多雨 是啊 我走了 保重 仙清 你要说你也要跟过去吗 小心 没有 你有什么好小心的 你也要跟过去吗 你也要走 你确定是怎么看的 你也要 underneath 你也要说你 这个梦 你也要说你 他也要走 我 你也要不是 你也是 我 他不是 你也要对你的 不知道左盟主找我没有什么事 去宫打学校吗?应该是吧 去看看 左兄,此前我补挂显示,郑武盟近日恐有大气 我担心会应验在此次围攻邪教总坛的行动上 真的是大邪教 姑兄,此事这些时日你已经说过不少次了 便不必再说了吧 郑武盟此次好不容易寻到邪教老朝的方位 时机难得,若是错过 再想将邪教守恶一网打尽便难了 姑兄,你志勇双全 奈何却是太信着命令定输了 盟主 几位少侠不必多礼 你们快来看 前日少叹门报 按随我们故意放走的教徒 以确认启魂邪教总舵所在 就在一处名为济叶岗的山岭之中 太好了 老夫一名温阳等 前去郑武王各处分路调集人马 半月后齐集济叶岗 将邪教一网打尽 那盟主此时叫我等前来 是另有交通 从地图上看 这总坛有前后两个 邪门攻坚 肯定是盟主亲自作者 那盟主是想让我们偷袭后面 岳少侠果然聪明 几位少侠武技高超 攻打后门 必令邪教首尾难捕 若是能指导黄龙拿下邪教宗主 那此事更好 邪教宗主拿不下 秀儿想通师父说什么 师父 你的眼睛怎么了 挨了一群 秀儿看出来了 秀儿一直看着师父 自然看得出来 师父不说 也是不想秀儿担心 几日前 我在无够隐约窥见模糊的 未来幻象 多看了几眼 不小心伤了眼睛 你告诉过我 无够守护若有机缘 可自无够亏得天机 但也需付出相当代价 到底是怎样的未来 值得你如此冒险 之后 你便来了锦安 并答应参与剿灭邪教 莫非 你所见与这次行动有关 自然是值得之物 秀儿 师父会与左盟主一同行动 你便与月小哥他们同行 多加小心 师父不保护秀儿吗 秀儿已经长大了 不再需要师父保护了 师父期待你的表现 师父 秀儿从不愿让您失望 可您却总是狠心让秀儿失望 从在无够中窥见的未来幻想推断 郑武盟近来恐有大险 可惜幻想中 今见郑武盟中人死伤惨重 却不知在何时何地 是否和这次剿灭邪教有关 而月小哥和月姑娘的命运线 似是牵扯到更远的未来 眼下看来 他们身边应是比较安全 有他暗中保护男男他们 我也可安心些 其他的即便以性命为代价 我也要扭转这双眼所见之事 明姑娘 明姑娘 左盟主让我们做好准备 好好养精蓄锐 近两日就要准备出发了 出发喽 我想下次还出发吧 火睫 很重要和学校进行巨战 或许是危险到你无法预见 我們看一下欸 好好做準備 在這裡喔 那就是休息了 呃 那我們 這集的事況就先到這裡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 接下來下次來打吧 掰掰